妈妈宝宝只是不及站 面对宝宝的哭闹 第一个重要事情要先确定 他不是因为尿布湿啦 肚子饿了 或者是因为其他身体上的不舒服 造成的哭闹 如果以上事件都做出了排除 那小朋友有时候可能就是 仅仅想要寻求安抚 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抒发 国外有学者提出了一个5S的安抚方式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那如果转换成中文 好记忆的方法 大家可以记成包侧吸腰身 第一个包呢 就是把小朋友包裹起来 好像回到妈妈肚子里面的状态 比较有安全感 第二个侧躺 就是可以让宝宝 比方说在轻微母奶的时候呢 横握在我们的肚子前面 接近心脏的地方 可以听到妈妈心跳的声音 第三个吸 就是可以给予安抚的奶醉 或者是轻微母奶 第四个摇的部分呢 就可以轻轻的晃动宝宝 当然在这种状态 不是那种剧烈的摇晃 这个会造成小朋友的受伤 是绝对禁止的 第五个声 就是有些宝宝对于一些白噪音 包括像是吹风机的声音啊 或者是吸尘器的声音 会有一些安抚的效果 然后再次的号码